警方喝枪水彈上面攻堅 桃園这家汽车美容厂 就是黑帮挂钩经常聚集的据点 主联邦何堂林姓主席 汉天道蒙正义会全姓主席 两帮联手不止暴力讨债 还强压掳人 不开心就集结小弟到处打电 他吸收了有青年有少年 来加入帮派 教授帮众来暴力讨债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一定要出来 表示我们已经下权力 表示我们的决心 台北市警局大阵仗公布扫黑成果 因为近来松山分局黑人案 加上北投分局枪击案 及中山分局波蟑螂案 一再重创警方形象 北市警局就会指导 主联邦天道蒙堂口 以法送办九人展现扫黑决心 五名嫌犯日前在聚先会餐厅 波撒上千只蟑螂 讯后三名共犯分别以五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 而无姓主贤则被羁押禁件 因为监警都怀疑案情可能不单纯 我做你们一下 五名嫌犯嫌犯都是 北联邦年轻成员选择波蟑螂犯案 似乎轻描意味大于恐吓 看似为债务纠纷 挺命行事 但逃亡过程中丢手机灭券 疑似刻意遮掩幕后藏进人 疑点重重 到底是单纯投债还是黑道 向公权力挑衅 幕后主使一天不揪出 波撒案对警方的阴影 恐怕还是挥拘不去 不参与 不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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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不得本身 遗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